大家好,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不管您是否是北京人 跟随这个视频都可以对北京加深更多的了解 因为这里有专人为您讲述北京的城市规划 让您看了视频对北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以及在流经北京的五条河流 我们这边可以一一找到 就包括巨马河、永定河、北京的五秋河 北运河、朝白河和居河 以及九条新型空间调入城市内部 他们是一个非常良好的通风浪大 这边可以看到到2035年 公用五百米五百经出概率将提高到95% 让大家出门线率、推风线率 这边可以看到老城保护的十项重点 也是延续了上一版规划内容 提出老城不能再插了 今后将不会整体拆出胡同和四合院 捕捉大插大剑而通过小丘小补 你看还是对了吧 我说前门就是正阳门 对 前门就是正阳门 那个不是前门 那一边电楼 对 我们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北京都城乡 和另外一边都一边 那边都一边就有一个很难能 那边都一边都一边就会在这边 对 展树梨先生最早提出来了 对 展树梨先生最早提出来了 对 展树梨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北京图友的专门 是图部最早中的建立而产生 前路起伏所为对盛的体型和空间分配 都是一个中国的依据 有这样的气货的建筑 以这样规模来移屋间 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这些航拍图主要展示 北京四环路以内 以及五环路局部 大家可以找找自己 家在哪里 学校在哪里 或者熟悉的地方都可以 像我们这边呢 咱们可以看到汽车之眼 丰台的汽车公园 对 这边呢可以看到 中途县 中阳门 天安门 公公主体建筑 穿过景山中峰 最后呢到达 中楼全长7.8公里 六面中 现在进去向北 那就可以看到 咱们的奥运里头公园 你看到奥运塔 就是北京如天一 对 然后呢 就为你先延伸 那咱们的先锅 把身处理好 对 那我们这边呢 还能看到大家常去的 第一座高铁站 北京南站 从这儿呢去天津 非常方便 只有27分钟 到上海呢 只有5个小时左右 对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 天堂 世界最大的堂庙 柳丁门公园 这边是原来的先龙堂 现在有一个古代建筑博物馆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呢 还能找到龙堂湖公园 自己也是恢复开创 同时我们在龙堂湖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 北京的这个南户城河 也就是咱们 连着咱们的二黄路 对 这边呢 我们可以找到咱们的北京站 那至于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 咱们就是在这里 北京城市规划这篮馆 这里呢也是自1993年级就开始修建了 那我们这边呢可以找到北京的三黄路 这边呢可以找到这个央视 装电视台新制 它里面有两桌建筑组成 所以我们看到这栋配楼 还像一个英文字母T 尖导过来 真T的很大在下面 这个主楼呢 从上方谱看一下一个英文字母V 所以河南一起就构成了TV的造型 它呢也是由荷兰著名设计师 顾哈斯设计的 那看完的央视 我们再来找找北京电视台 对 它呢 出国包地点站就可以看到 是一个北京首座外形橱钢的 建筑组设计的 看上去那三一个老师大哥大 这边呢它可以包摄新纸 和洁湖公团 就是银河大厦 那一二环边上 也是后来设计师库哈斯设计的 那个是超门那个 嗯对 那个超门吗 那个超门吗 是超门还是西纸吗 不是超门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东西门江东枢纽 这一位是北海满的 我们应该在五六环 对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当代梦吗 在这边东西门江水可以找到 就是孔庙国体间 还有游户宫 降水火雕设计 那这边呢 我们就找到天坛相对应的地坛 这对应这边的天坛 对 从此这边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机场风 中央会的主要场所 国家体育场鸟巢 举办这个开闭幕式 未来也会举办东奥会的开闭幕式 国家幼游中心守一方 它将转换变成冰一方 举办这个冰壶的比赛 那这边可以看到国家体育馆 对 它是取于中国传统的这个折扇 长管像看府 看像一个折扇一样 这边呢可以看到国家会议中心 一期工程 举办过咱们的福贸会 后面是配套新鸡酒店 这也可以找到国家会议中心的二期工程 后面配套酒店 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亚洲技术设施 亚投行的总部大厦 对 同时呢这边可以找到 中国科技馆新馆 我们看到这个圆球的地方 就放映穷物电影 一般这个学生外区这边 对 这边可以看到 国家历史研究馆 就党史馆 同时呢这边可以找到一个 中国工艺美术馆新馆 它也取益于这个文房四宝中的这个宴台 我们俯瞰一下一个宴台 对 接下来呢我们找到的就是 与鸟巢和水利帮齐鸣的 这个冰丝带 对 它们也是对于这个傲酸男员的西侧 参观完北京规划展览馆 我感觉自己也是长知识了 您觉得呢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下期再见吧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